我就说他们怎么定义文革 如果文革是指一党专政 领袖个人崇拜 全面的言论控制 民粹操控 或者叫群众运动的操纵 以及这个思想审查 那文革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中国 这也是我对这个 今天是改革开放40多年 我看有些讨论 像北京天洁经济研究所所在 孙宏教授还被禁止去哈佛参加 这个学术讨论 但是我注意到 孙宏教授的一个赶快 就是说这个恍如隔世 因为十年前 他去自家庭大学参加 改革开放研讨会 当时觉得改革大功告成 十年前或者是二十年前 这个看法 是一个不只是中国学者的看法 就是在一个大功告成 或者正在走向成功的路上 或者说即使长路漫漫 但是前进可期 这不只是中国学者的看法 而且是一个世界主流的议论 这也引发出我一些个人的回忆 或者分析观察 就是在二十年 走位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在马光这么工作 那我们当时在做了一期纪念开放 我们就回避了改革开放这四个词 这个报纸现在都还查得到 我们现在思想解散二十多年 为什么呢 这个改革开放 它从来就没有落实的 这个邓小平其实也一再的讲 前面就有一位学者 小平晚上还说邓小平 民东的时候 他的政治议员 是说他最大的成绩 不是经济开放 而是在经济开放的同时 没有经认别人那样 把政治也开放 全面开放或者开放一部分 这个我不能证实 他的民东的这个对话 但是呢 从他的其他的讲话 和其他的这个做法来看 这个意思它是一直存在的 是成立的 所以改革一直有 只是一部分的 赵紫阳在文艺录中说 邓小平没有做 他的改革只是这个经济改革 一部分经济改革 政治改革是没有 只是行政改革 行政体制改革 这一点我是会吗 他的同意的 是 那他的开放也是 不很开放 所以这个意思上说文革 邓小平结束文革 换成两个开放 其实他是 是大打折扣的 文革一直在那里 现在习近平 不是违背邓小平的意思 回到文革 回到毛时代 而是他们之间 是有一个延续性的 我会有一个延续性的